为什么美军及日军坦克不被作为战绩,日本坦克怪我卡? 为什么美军及日军坦克不被作为战绩,日本坦克怪我卡? 说起二战中日本人使用的武器,跟德国、美国比起来,简直是天差的别,无疑都是大家吐槽的对象,不仅故障率高,还丑得出奇,王八盒子大家想必都不会陌生,简直丑出天际的存在 说到日本军事武器的丑,二战时期他们使用的坦克怎能用一个丑字形容德了? 不但这样,二战时期的美军在战场上击一辆日本,当坦克是不能当作战绩的,因为那简直太容易了,对再和德军抗衡,对美国坦克兵来说,简直是太不公平 二战中的日本对坦克的需求很低,不管是防护还是火力方面都没有太高的要求,而且日本钢的产量很低,大部分都用在了海军上,坦克用量不足,战斗力也就不那么强了 在美军眼里,日本的轻型坦克是根本算不上坦克的 而且当时日本的战略事先对付落后的中国,根本不需要太过于高科技的坦克,仅仅步兵冲和炮兵轰就足够了 但如今我国已经强大起来,不再是那么任人宰割了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